沒有Special 必須向大家介紹 這是我們G0D社群 唯一一個擁有自己的 語料庫Channel的RS 大家可以加入RS語料庫這個頻道 他大概非常頻繁的發各種冷笑話 好那我今天要分享的是這個 我們上週有幾個人去京都闖關的經驗跟學習 據說沒有學到任何東西 但是有認知到一些事實 然後那個技術器在哪 對技術 你要讓我看一下要不然我一直廢話 好已經開始好久了 我是伊莎貝 那我們上禮拜去了IGF 那IGF是什麼呢 IGF全名叫做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 然後我們去了這一場 是UN的United Nation的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 然後其實前一週台灣才辦完自己的TWIGF 然後明年在台灣會辦AEP IGF 就是Israel Pacific的IGF 那這幾個IGF雖然名字一樣 但是其實各自幣沒有太大 沒有治理上的關係 那所以為什麼會去 其實是因為我們九宗團今年三月開始 在做一個Civitech Handbook 把我們過去十年以來的經驗 把他有系統的整理 那NDI這個組織 他有贊助我們把我們的成果 去青麥跟濟州島的滅海松分享過 那就是他們想要 也讓我們能夠拿到UN的這個IGF去 那投稿非常非常多 競爭非常激烈 已經做了兩千篇的投稿 那所以我本來以為我們是不會上的 我就非常的去了 結果我後來沒想到上了 那上了之後我就忽然意識到 欸我是台灣人欸 我可以進去嗎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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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這樣子的議程 有14頁 所以它是一個非常非常大 大型的活動 我們參加今年登記的人數 就是報名的人數 大概聽說加低八千人 然後實際上到場流六千多人 今年的主辦是日本政府跟聯合國 但是聽說所有錢都是付出的 日本政府的總務省 必須重要的感謝他們 那然後我們去分享了 就是其實這些都是Civitech Handbook 裡面的內容 那得到我覺得得到很好的反應跟回饋 那參加人多半對就是GINV本來就有一些認識 但是我們經過系統化整理以後 他們也比較知道我們實際上在做什麼 那我覺得我在整個短短的talk裡面 最重要的一句話就是 很多台灣人有兩份工作 一份是實際上賺生活費的工作 另外一方面就是 另外一份就是來做他們的貢獻 我覺得這一句話是讓他們理解我們是一個 得到一些回饋 所以我們也把這個東南亞和東亞的一些案例放進去變成第四章 那這一次以後我們就有這個就可以加上我們在QTO的這個反饋 那最後我要講怎麼進去 沒辦法你在登記的時候你有兩個選項其實 一個是就是他沒有台灣所以你只能選China 那選China最保險的進去方式可能自己拿財保證去 國際跟PALAO的EID進場 但是這一個方法正是這一次有人有台灣人進場的方法 然後所以那這一次我們怎麼進去呢 我們其實拿了中華民國護照進去 感謝那個偉大的這個日本總務省 他們就微笑的打開了我們綠色的中華民國護照 然後把TES發給我們 那覺得很感動 真的就還蠻感動的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在那邊後來有一些人跑去喝酒 對的乾杯照 對然後呢最後我要分享的是 這個沒有放上去 最後我要分享的是 我有去那個京都最後一天有去遊覽一下 然後有帶了一些這個33間堂的這個御守回來 那我想要拿出來幫救中募款 所以如果有人捐款的話 捐款一千元的話就可以拿走一個御守 那我等一下放在外面請大家可以自由去看一下 那最後只好我們要補充 好 那給大家看一下IGF的Bad的詞子 然後那個 因為剛剛一大飛講各的IGF互相不隸屬沒關係 然後那GNV擅長的東西就是在體制之外找到我們民間參與的方法 雖然說IGF也都是民間 但是台灣不是會用國 所以這次在京都的一個體認就是 台灣人可能沒有什麼管到參與跟網路治理跟數位治理有關的國際對話 然後就想要在GNV開一個不用IGF的框架也可以討論Internet Governance的小專案 這樣 然後在slack開了一個頻道叫IG 對對對 然後呢 就希望也許大家可以一起來這個會整共筆啊 然後也許明年的same也可以討論一下 這個跟網路治理跟數位治理非常有關 而且台灣有很多大家的好意見應該要被這個聽到的一個東西 好 謝謝大家 然後可以加slack 好 我最後要補充喔 就是我覺得我聽了好多場 我覺得台灣在一些議題上是非常領先的 我覺得真的 然後在座大部分人都可以去講的比我看到的是一個好 真的 真的 對 所以就這樣 謝謝大家 謝謝 巴芬 巴芬 好 我們謝謝志浩和伊莎菲帶來的智慧帶 我們下一個是有 我們下一個是有